大家好,今天我们在自然历史博物馆学习英语 那我们来看一下身后这个大家华 我们先进去看一下它的名字 它叫Baronx 我们来说它的名字 首先BAR是一个希腊文词根 它有重量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强调一个重的这一点 我们说这个Onix也是一个希腊文词根 然后它的意思代表是指甲或者是爪子 所以我们知道它这个名字 就是直接来自于它的英文名 重爪子 我们重爪龙算是英国出产的恐龙了 也是欧洲最早被发现的这种所谓的急龙类的恐龙 当然它也是在我们这个诸多地世界电影里边 然后从管道出来了一个这么一个新角色 出厂时间不长 但是比较有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它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 首先是它的这个核部 我们来看它的这个核部和鳄鱼很像 上下核部据研究者表明 我们它大概应该有128颗牙齿 所以它相当于是一般孔了两倍 而它的这个牙齿是长成这种锥状 实际上它是一个有很强的捕鱼能力和食斧能力的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点 就是我们看它这个爪子 也就是我们重爪龙这个前着这个大拇指 这个勾爪是非常大的 那么一般情况这个数据证明啊 就是它能超过30厘米长啊 当然我们它的这个名字也是因此而得名的 那么问题来了啊 你们猜一下它这个大爪子啊 或者说它这个勾爪的作用具体是什么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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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